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 今天是5月9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 列治文王家綺警證調查該市市中心去年初發生的 隨機連環襲擊女性事件 警方今天公布案發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 希望找到一名潛在的目擊者 並呼籲知情民眾提供線索 案發於去年2月14日早上 警方接報指位於曲路和沙巴路之間的Buzzborough街6400號路段 據指發生了緊急醫療事故 警員趕到現場後 發現一名相信是襲擊案受害人的女士 另外 在大約同一時間 警方也收到另一名女子報案 指在該區遇襲 警方經過調查後 確定兩宗案件有關聯 其警犯案組雖然已拘捕並起訴一名男兒犯 但仍需要更多資訊來推進調查 因此公布案發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 尋找一名目擊證人 該名目擊者當時身穿深色衣服 並徵環過Buzzborough街及曲路的十字路口 警方亦呼籲在案發時可能身處該區 認識片中男子 或是擁有相關調查資訊的人士 可致電604-278-1212聯繫調查人員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吵襲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鳴聽力的專家 曠永鳴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吵襲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他們不僅有優惠 花其心仲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十二年成為 加拿大安產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大溫地區以及貝斯省南部 大部分區域都即將面臨更和暖的天氣 氣象學家Michael Cruz 表示 區內部分溫度記錄有機會在本週日打破 Cruz 指出本週的天氣晴朗 而現在的溫度更飆升至接近歷史記錄的水平 他指出YVR的氣象站的歷史高溫記錄 是攝氏20至23度 雖然未來三天的YVR溫度未必達到該水平 不過在飛沙河谷或阿波斯福地區的氣溫 就有機會達到紀錄高位 飛沙河谷部分地區今天達到27度 由於濕度較高 體感溫度可能達到30度 Cruz 表示 明天是最有可能打破紀錄的一天 飛沙河谷目前的紀錄是1993年5月份週五的25.3度紀錄 而明天的氣溫應該會有27度 他又指出 一股巨大的高壓區正在形成 由碑斯沿岸一直延伸至內陸 因此內陸地區中南部地區 Okanagan地區的氣溫將比正常水平高10度 Cruz 補充 相關天氣會持續到下星期 Cruz Frui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y Lam 林太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 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 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 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 Edgar Su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由比斯丹車協會主辦 協平西波集團贊助的大師街 橫協平西波單車比賽 將會於7月7日在溫市舉行 今年的賽事包括四個組別 分別是業餘組、男女子專業組 和3至12歲兒童看樂組 王市市長沈觀健在今早記者會開設前 更親身上陣參與大會安排的單車特技表演 另外這次活動也有一場7公里慈善賽事 所得的捐款將會用作支持性保禄醫院結金會 來改變他們的Jim Patterson醫療中心 每年St.Paul's Foundation 掌握了一千萬元 這是為了支持性保禄的資金 此外,除了比賽之外 活動亦都有家庭兒童玩樂區 和其他節慶元素 8家店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在5月26日星期日 8家店將會再次聯成The Big Fan 舉行指唱廣東歌歌唱比賽準決賽及挑戰賽 歡迎任何人士報名參加挑戰 詳情請數QR Code報名或了解更多 8家店情懷不變老地方見 有幾萬人說要在5月份杯個粒落 不去超舍買東西真是想不到 這個行動竟然引出一個 狀元才對賊公仔的鬥志場面 響應杯葛行道並加入了杯葛網站的一名網民說 他通知粒落說要取消一張積分卡PCoptimum 怎知粒落跟他說 不要取消啊,我省六萬分給你 本禮富貴不能淫 六萬分他可以不要堅持取消一張卡 但他想到一條絕竅才拿了六萬分 因為六萬分是等於六十元 他去買了一支紅酒加上薯片和零食 回到家和老婆撐桌腳 吃完抹抹嘴,然後再取消一張卡 另一個杯葛粒落的網上用戶 亦是去取消一張積分卡 超市又是說給六萬分挽留他 而且還連同粒落發言人的電郵 說這些是善意的積分 通常是為了彌補店內或客服團隊 未能給予滿意服務而提供 而後面這位網民亦都想學前一個人 用張卡先去買東西跟著取消 當他回電郵給粒落說願意接受offer的時候 對方的回應竟然是 直接關了他的帳戶 為什麼粒落這次那麼聰明? 他猜粒落是在Reddit上面的圖片 知道了他的個案編號 所以被釋穿 至於在這個鬥志場面裡面 誰是賊工?誰是狀元? 那就你自己去想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影片 一對爬手男女被人拍到 在多仁多士登打士廣場 幾次爬走行人的銀包 接著有幾個網民就出來說 他們都在同一個地點不見了一部手機 但就不肯定是否被爬手偷 據說這對爬手男女手法純熟 爬手8個銀包 事主都未必拆過 不過雞春的物都可以捕出雞仔 他們最近下手的時候就被人見到 還拍下影片放上社交媒體 拍到他們動手的人就說 他看到這對男女幾次向途人下手 但能夠成功拍到過程的就只有一次 他自己因為當時身邊帶著一個年幼的小朋友 不方便職場與這對男女對質 在片段裏面 一個穿著淺粉色衣服的亞裔女人 右手推著行李箱向前走 那個男人在後面從他的衣袋裡 拿出一件物件 但女人就完全沒有察覺 男人得手之後 就與女同黨裝作互不相識 而那個男人似乎更發現有鏡頭對著他 所以刻意另歪面 有人在網上看到條片 就說自己也曾經在Queen Street被人打荷包 手提電話被偷 他說平日自己也很小心 但那天因為剛剛發短訊後 跟手就過馬路 於是隨手把手機放在口袋裡 當自己想再拿手機出來時 就發現手機不見了 另一個網民就說 幾個月前 他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被人偷走手機 當時他從Ethan Center走出來 在Young隔M Street過完馬路後 就發現手機沒有了 一個自稱一直住在多仁多市中心的人 就說大家要小心 市中心真的有很多怕手 出售租住權給長者的朗日花園C座 公開接受登記預訂 剛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那些在2021年買了A座B座的業主 誰這麼開心 以為自己就快可以入伙 因為肯定是起好A座B座 然後才到C座 誰知不是 現在搞到他們一吐火 一位在2021年買了朗日花園A座的買家說 當年他們說2024年10月就可以入伙 他覺得自己到時都可能會退休 剛剛好入住 誰知這幾年見來見去都見不到地盤有開工 現在他們買C座 這樣就以為AB座已經起得七七八八 誰知不是 他們給封信來 說先起了C座 要等2027年起好C座 然後再起AB座 他說 那就是由2021年起計 最少要等10年才有屋主 他說一般來說是先到先得之公平 但是現在就變成遲離的先上岸 朗日花園AB座的買家 在C座第一天開始接受登記預訂的時候 就曾經去過銷售中心 追問AB座是何時才可以起好 但是沒有答案給他們 今天在朗日花園銷售中心裏面 記者亦聽到有人問銷售人員B座何時可以起好 銷售人員說 不知道 現在我們賣的是C座 所以不說其他 銷售人員說 先起C座是因為貸款方認為C座的工程沒有那麼大 可以快些交樓 還說地盤現在已經在開工起樓 不過他的所謂開工 見到的只是一輛小型滑泥車停了 還有一個裝垃圾的大鐵櫃 其他什麼都見不到 2021年買了A座的買家說 賣方說我們可以補錢買C座同大的單位 他說 那跟臨時家家有什麼分別呢 而且 我怕到時又說不知有什麼其他原因 不起C座住 起了A座先 到時我豈不是兩頭不到我 他們無理由因為他們的貸款問題 而犧牲我們買家入住的先後次序 這麼沒信用 是不公平的 你叫我以後怎樣相信他們呢 我們現在就聽聽這位A座買家的釜水 我是朗日花園的第一期的賣家 我最近收到聽到收音機說 就開始賣第三期 我也很開心 都以為我自己第一期的物業會就來起 但是好不幸 這個禮拜我們收到這個建築商 或者那個浪日花園的developer 就發出一個信領 就通知我們 原來我們第一期和第二期 就需要嚴重的延遲 嚴重延遲是要一路推遲到 大概第三期的浪日花園的氣號 才可以繼續起 或者是才 好不好了 再來講 當我收到他們的通知的時候 我都打了一個特 我都以為原來是第一期第二期 可以起先 然後第三期跟著再起 誰知道原來我收到的消息 通知就是 現在第一期是嚴重延遲 由第三期先起 那現在就收到這封信 就通知所有的業主 或者所有的買家 之前買了一二期的 有三個條款給我們去選擇的 第一個就是接受它延遲 三年才開始起 大概要多三年才會起得好的 第二個條件就是 大家有這個共識 大家可以退錢 就是沒有追究任何責任的 但是都不會有利息給你 或者第三個條件 就可以給我們去買第三座 或者轉去第三座 當然轉去第三座 就是不是以當日 你買的時候的赤價去計 他重新和你計過價 當他重新和你計過價的時候 現在的價錢當然貴了很多 他們都很客氣地 就是說給你一個特別的優惠 但是這個優惠 就變成了非常之不合理 而且價錢是高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想說的話 就是在這個安排上 我感覺上 在這個發展商 他照顧了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但是他從來就沒有 照顧我們這個買家的利益 一班這些所謂的獎者 買了這些所謂的 LEASE HOLE的獎者屋 根本是沒有辦法 跟到他自己的意願 去收或者入住這些獎者大廈 借問我們買了這個獎者大廈 由2021年開始 如果我們選擇第一個條款 是延遲三年才起 又再延遲三年才再起好的話 可能由買到收樓時候 是超過十年的 如果我想借問一聲 人生究竟有多少十年呢 如果這樣對我們這些買家 又公不公平呢 約克區警方抓了一個男人 懷疑他和今年1月 在安省酒店 LCBO發生的45宗 涉及8萬8千元的偷走案有關 這個男人 現在被警方落案起訴超過280項罪名 不過 不要以為他是偷過280次的酒 其實當中有184條的控罪 是說他違反保釋令 所以你說 加拿大的保釋令 是不是真的鼓勵了 那些賊人可以多做幾次世界呢 針對約克區安省酒店的盜竊案 今年1月 約克區警方的特別執法隊 和安省酒店屬客的資源保護組 合作展開行動 調查一個涉及45宗偷竊案的慣犯 今年3月25日 這個偷走賊 在密西沙加市 一個帕文大廈的停車場落網 在拘捕過程中 偷走賊還襲擊了一個警員 之後他嘗試駕著電單車離開 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跌落了警察的包圍網 結果在警方的圍捕之下 他和其餘2人一同被捕 3人被警方提出300多項指控 警方今天亦發放閉路電視片段 顯示賊人是怎樣犯案 片段見到一個偷走賊 走進酒店裡 然後詐詐递递撿走 見到沒有人 就說一聲 說進去倉裡 然後搬走倉裡一箱酒 在後門撩走 調查人員相信 這個偷走賊吃過很多和米 可能在其他零售點犯過案 所以呼籲有關人士和警方聯絡 被捕的3人包括1個40歲的密西沙加市居民 杜塞特 他現在被控282項罪名 其中包括45項盜竊罪 184項違反保釋令 45項未遵守緩刑規定和阻差辦公 另外2人分別是42歲和63歲 2人控罪包括盜竊和藏有經犯罪得來的財物等 香港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二副達亞洲 主席兼行政總裁盧俊傑表示 今年五一黃金州交易金額和交易量均綠得增長 近年底 港人在本地消費確實有下跌的情況 但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州相關的交易不數 並沒有再下跌 相信港人流港消費有所增加 他透露與農曆新年相比 金國五一黃金州各個行業的升勢比較平均 其中奢侈品和百貨公司的交易量均有所上升 而數據亦反映現時旅客的消費模式和以往不同 黎智英案續審 市任營運總裁周達權 在辯方盤問下否認飯合會討論的次項 主要關於業務發展 亦否認他出席的會議中 黎智英均無訂立編採指示 辯方盤問完畢 明天將就申請重召 市任行政總裁張劍雄陳詞 另外透露已經與控方達成公式 專家證人 成大法律學院教授黃桂國 不會出庭 他的口供將以書面的形式讀出 周達權昨天在控方主問下 確認加拿大公司 Laze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 由黎智英持有 辯方今日指出 公司實際上是以信託的形式持有 周達權說他不清楚 但知是黎智英給錢賣過的酒店 以及他有給指示如何營運 辯方指 2019年12月6日召開的一次飯合會中 有提及在尋找客戶下廣告的困難 和如何增加廣告銷量 並展示相關工作平台 Slack紀錄 周達權估計自己有出席這個會議 從紀錄可以見到黎智英沒有出席 黎智英缺席會由張劍雄代為主持 周達權從紀錄中看到會議 有彈及提供優惠給小店登報 但是否會議上首度提出 以及提議是來自黎智英 或其他員工他就不記得 另外法官李素蘭 今天早上關注 Slack紀錄的可情堂勝 辯方確認紀錄自行隨得 但不想披露來源 認為只要周達權認出相關的文件 就可以呈堂 相反就不會追問 法官杜麗斌質疑造化不理想 因為紀錄可能是偽造 周達權有參與會議 不等於涉及 Slack 的對話 法官李雲騰亦指 若然紀錄涉及其他人士 那未必是周達權作供的範疇 辯方最終表示 指問及周達權任職營運總裁期間的事宜 今日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